推荐 我就用五党的身份来这个做参选 那所有党部的这个活动 还有党部的配票的所有的制度 我都一概不参与 赶在最后一刻压线登记 投下竞选连任 震撼但国民党高雄市议员陈丽娜 遭同选区参选新人陈世民质疑 公开宣布要用五党参选 说了这段话 我还是在这边帮市民加加油 除了陈世民之外 其实武宏跟陈世民两个 我想大家还是要多给他们一些鼓励 因为毕竟这区就是男生比女生难选 再呼吁国民党支持者 记得集中选票 让国民党前阵小港区议员席次增加 陈丽娜想要五党参选 让高雄市选委会罕见发了声明 强调政党推荐的候选人 必须登记期间截止前 也就是9月2号下午5点30分前 向袁秀礼登记选举委员会撤回推荐 但截止期限前 并没有收到任何候选人的 政党撤回推荐书 等于在选举公报上 陈丽娜的党籍 还是看得到国民党三个字 确实像政党推荐书 是与其是不能退回的 也还在讨论说 后续要怎么处理这个部分 国民党高雄市议员 候选人陈世民原本气到要开记者会 杠上国民党高雄市党部和前辈 但态度放软 唯有这一点吞不下去 初选制度被这样子破坏的话 那对国民党未来 尤其青年参政的话 是一个很伤的地方 陈世民喊不公平 从党内互打到炮口对准 国民党高雄市党部 对初选制度的质疑 恐怕不是陈丽娜喊出舞蹈参选 就能解决 三立讯文黄之中 欧宇文三区小组高雄报导